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我是婉婉,又见面咯 那今天的这片美妆日记呢,比较简短的一个小视频了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眼影盘啊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上一个这个搞笑视频的这个 给了很多positive的feedback 算是一个我做视频这么久,这么久以来 然后第一次做的搞笑视频啊 然后也感谢大家给我的这一个各种好的回馈 那也非常开心的一个搞笑的视频能让大家开心一段时间 我觉得也是做到了最终的这个最初的这个目的啊 达到了这个最终的效果 所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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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啊 然后现在呢,整个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呢 已经开始走上这一个上坡的高峰这个路线啊 所以我希望在美国的朋友,在各地的朋友啊 然后看这个视频,希望能够再伴随大家度过个十分钟啊 外边大雨天,下雨天,刮风天 很不美好 但是我们来聊好玩的东西啊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 Sydney Grace啊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顺序 Sydney Grace他们家的这一个 Enduring Love Eyeshadow Palette 这一个呢,我是在它的官方网站上买的 那我是三月初的时候买的这一盘啊 然后用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非常positive的告诉大家 就是我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爱这一盘 我今天眼睛上用的是其中的这一个一系列的颜色 我会做两个demo插进来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上妆 还有就是我用这一盘打造的这一个眼影的同时 想看一下动作上它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的话 我后面会加两个这一个上妆的demo进来 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啰嗦的 对,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一盘 这一盘呢是52美金 那free shipping到我这儿 我那天算了一下就正好是10天 包括周六周日正好是第10天 然后我收到这一个眼影盘啊 所以我并不是等太久 因为我看其他的油管博主有的等了一个月的 半个月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产品就是缺货了 或者是没货了 然后等的这段时间 它可能会晚一些啊 那我买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货的 所以就是到这儿的时间就是也比较短一些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盘 这一盘呢52美金一共15个颜色的眼影 很典型的冷色调的一盘啊 完全是我的菜 这就不能多说了 那我打造的两个眼影呢 我第一个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打造的基本上用的是上面这个颜色 还有底下的这一个紫色的 比较偏紫色系的 然后今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是中间这个灰紫色 很典型的灰紫色的 然后下面这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还有这个颜色我都用到 除了这一个金属感的绿色 还有这个蓝色之外 我们用到其他的我都会用在我今天的一部上 今天一会的demo上边 那这15个颜色呢 所有颜色我都用到了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是喜欢画眼妆的朋友 你会非常非常爱上这一盘眼影啊 大家看到我今天的眼妆 Oh my god OK 但是如果有的朋友 你喜欢画自然系的眼妆的话 你在用这一盘的时候 就稍微tricky一些 一会上妆的时候 我会具体跟大家说 一会这个失色的时候 我会具体跟大家说 我呢 先给大家简单做一下这一个试色 边试色我们边看它的质感 我边跟大家说我对这个眼影的看法 然后 先是这一个 试色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它的质感是什么样子 这一盘呢 除了雾面的就是金属感的 没有所谓的glitter啊 或者是一个雾面的base 然后里面有glitter 没有 大家看到 我的妈妈 这个延展性 因为它眼影呢 非常的creamy 我跟大家说 非常的抱有 非常的好上色 以至于它显色的这种感觉呢 要比在盘里边要来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大家 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我试的这个颜色啊 然后基本上比盘里面 看起来都要稍微稍微更显色一些 颜色看起来都更饱满一些 颜色看起来都更饱满一些 所以这一盘上了眼睛之后 超级 超级赞 我会po这一个 试色图片在我的instagram上边 感情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显色不是 现场的这个试色不是非常准确的话啊 我那个就是图片的试色呢 是在自然光线下施的 大家看到这一个颜色 我的妈妈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我超级爱这个颜色 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颜色 基本上都是那种粉红色痛的 或者是带红色痛的 像这种的 对不对 但这一个就是一个紫色痛的 就是一个紫色痛的 眼有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我一会上妆的时候用到这个颜色 上上眼睛的时候真的超级赞 这个颜色超级赞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颜色呢 虽然就是在盘里面看 觉得哎呦是灰色 但是很明显去约染它之后呢 它是灰紫色掉的眼影 提到了 就是中间的这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如果你想要它里面的那个紫色痛 显出来的话 你需要很好地去约染它 因为它粉纸呢 比较偏厚一些 因为非常的creamy啊 比较偏厚一点 不像是一些薄粉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格外的creamy 我要跟大家是这么说 就是跟前面的这种相比 它格外的creamy 所以粉纸稍微厚一些 在于你怎么去约染它 就是花一点点时间 然后去约染它 让它里面的这一个 灰紫色的颜色 饱和度呢 出来一些 然后更 更sheer一些 然后更平均一些 如果你把它拍在眼睛上的话 它的颜色显得并不是像 我们失色的时候 就是这么好看啊 然后像这种颜色 也是用在 crease的位置 脑筋也用在我外眼角 这个地方 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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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颜色 然后我们接着试试 说点设这儿了 这个颜色呢 我稍微用一下 我跟大家说 你把它打到下眼线的位置 超级漂亮 是超级漂亮 打到下眼线的时候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今天用在我整个眼点上边 不是用在我整个眼点上边了 用在我这个内眼角上边 超级好看 非常非常漂亮 我最后三个颜色 在这里 就这两个颜色 你就可以打造一个 最基本的眼妆 最基本的眼妆 完全OK的 如果你不想要太夸张的话 但是也是偏冷色通了 你可以看到 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说实话 这个眼影呢 有点让我想到了 那个Color The Rain 他们家眼影的质感啊 尤其是雾面的眼影 非常非常非常的像 那它Fly的眼影呢 跟这一个Color The Rain的区别 是Color The Rain的Fly的眼影呢 它里边会有一些 亮片的那种感觉 要大一些 所以有点Glitter 那种bling bling的感觉 那这一个呢 完全就是大家看到 是平面的金属感的 非常就有一点点区别在这里 而且我喜欢这一盘的 就是它没有哪一个 说我这个是雾面的 然后我里边有 Shimmer或珠光或闪粉的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如果这一盘的颜色 你喜欢的话 我觉得还是 大家可以去收一下的 就是体验一下 不同质感的眼影 带来的妆感 真的是 我觉得是喜欢彩妆的朋友 你应该都是 对这一盘 应该都不会失望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盘 然后 他们家就是 眼影盘很少了 基本上就是单个的眼影 需要你自己去组颜色 那单个眼影的颜色 反而就是要少一些 我上它官网看 并没有看到太多 说实话 所以呢我还不太确定 会不会去收单个的眼影 尤其是现在这一个时段 然后能少收一些东西 就少收到一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 但是感兴趣的朋友 可过段时间 然后或者是这段时间 这个时期过了 然后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啊 看一下这一个眼影 那接下来呢 我会插入两个 demo进来 然后两个眼妆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也是在动作上尽量多的啊 然后用一些颜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上妆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呢 就进入demo咯 稍微好一些 然后我先用这个颜色叫juliet 这个颜色 在这里边 有一点beige pink这种颜色 然后我把它扫在 crease 然后 整个眼瞼的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好上色 它的粉呢 也是浮在 浮油 就是浮起来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 上色度真的真的真的不错 这个颜色真的 要比你想象中深很多 你在盘里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大家看我的眼睛 它真的很显色 真的很显色 所以大家就是刷子进去的时候 一定不要 稍微的手啊 稍微轻一些是完全OK的 接下来我用我的这一个 sonia g的work 3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颜色 叫darcy 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 非常好上色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你喜欢用自然毛的话 那就更好上色 OK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的刷子就是轻轻的 然后就沾上很多粉上来 我用自然毛 而且我拍了一下刷子 把多余的粉都拍掉了 已经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以用手 你可以用跟我一样 用刷子 扁头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颜色 叫elizabeth 这个紫色的金属感的 然后轻轻的 然后稍微的拍一下粉 然后把它压在我整个眼瞼上边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我跟大家说 它有一点点blue shine在里面 但是只是一点点 它给你的shin不是红色的 好多这一 好多盘里面这个颜色 给你的shin呢都是红色的 那这个是purple blue这种的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它颜色做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紫色叫 阿比格尔 阿比格尔 在这里 然后呢 我用Murphy M507小头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把它加深在我眼尾的 这个位置 就直接用这个刷子去 暈染我这一个边边的 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颜色带过来 往这一个眉骨的位置 带一下 我很喜欢 在我这一个眉眼皮 这个位置 少颜色 否则的话 就这个地方 显得非常非常的肿 然后接下来 我找一个小头的刷子 然后我用这一个颜色 叫John 这个颜色 然后 我把它画在 我想要提亮的眼头 头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刚才这个Darcy 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 扫到我下眼线的位置 OK 按刀 最整刀 然后接下来呢 我眼睛中间这个位置 我用这个颜色 叫Devotion 这一个颜色 然后又直接用手 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我把它压在 我想要提亮的 眼睛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先用Sonia J的Walker 1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 叫颜色 叫什么 Cherish 在这 然后把它打到 我Chris的位置 我用这一个 Sufa Lan的这一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 叫Passion 是一个灰紫色 这样子的 你看到是灰色 但是它 你约染开之后 然后它有一些紫色 Tone在里面 那因为这个颜色呢 非常的creamy 所以它的显色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想让它 那个紫色Tone 显出来的话 就在于你去约染这个颜色 它比较好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用手 沾上这里边 非常美味的一个颜色 叫Albert 这个颜色 超级超级 然后我就把它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摸到妈妈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 叫Bose 这一个 灰黑色 其实还是灰色了 然后我贴到我的这一个原味的位置给它画一下 画一个小眼角出来 我就不往里面去晕染它 下来我找一个小小头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叫John这个颜色 打在我内眼角的位置 这个颜色呢有一点黄绿色 非常浅的那种荧光的感觉 所以就是打在这一个提亮的位置呢 有点夸张 但是仍然仍然仍然是非常好看的一个 内眼角提亮的颜色 太美了 然后我找回这一个扁头的刷子 我沾上刚才的这一个Robert 然后刚才这个PASSION 然后我去渐染一下我下眼线的位置 跟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有一定的 嗯 衔接 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上色 所以就是刷子一定要很轻的进来 下来我找一个小小头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个颜色叫John 然后这个颜色 打在我内眼角的位置 这个颜色呢有一点黄绿色 非常浅的那种荧光的感觉 所以就是打在这一个提亮的位置呢 有点夸张 但是仍然仍然仍然是非常好看的一个 内眼角提亮的颜色 太美了 然后我找回这一个扁头的刷子 我沾上刚才的这一个Robert 然后刚才这个PASSION 然后我去渐染一下我下眼线的位置 跟这一个上面这个地方有一定的 嗯 衔接 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上色 所以就是刷子一定要很轻的进来 好了大家那今天的这一个Sydney Grease的 Enduring Love Palette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提供的信息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选择这一盘眼影了 总体来说我对这一个是有点惊艳的程度啊 然后以后的话如果有机会啊 如果它出了很多新的颜色 我自己也感兴趣的话 我会不停的去关注这一个品牌的眼影 那这么好的分纸 希望它可以出一些腮红什么的 希望 OK 带着我蛮看好这一个印第品牌的 然后发现的比较晚了 但是总比没发现好啊 非常非常推荐啊 可以去试一下这一个品牌的眼影 不仅仅是这一盘了 如果它的单个眼影有你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先去试一下单个眼影 也是完全OK的啊 也是完全OK的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是老话一句 特殊时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到大家 不要忘记点赞喽 Bye